北港町有这间正有第四个咖啡店 常常有客人来教官 但是店来虽然没店完博物 原来这是一间无人咖啡厅 客家只要买店了咖啡 就能够放在店来随时来泡咖啡 没人博物也不会有厚力 这款第四个经营方式受到不少人的欢迎 也很适合与朋友来开港 享受安静的空间 您一杯咖啡跟朋友亲上的台港 这是现代人常常在做 在抗饮时间来虚然放鬆的事情 但是一般咖啡店 都有店完来让我们泡咖啡 这间有在北港町的咖啡店 差差用客家自己泡咖啡 不含着人家和用餐时间的方式经营 身为咖啡店的另一种地式 这里的环境我觉得就是很 就是清幽 对然后环境很好 然后来这边的话 就是因为它是无人的咖啡厅 所以消费起来就是让人家 就是比较没有压力 这个概念我非常的欣赏 就是说有一个比较独立的空间 然后可以大家有空可以来喝喝咖啡 我很欣赏这样子的环境 这样的氛围 这间无人咖啡厅 已经創立了一年了 去没找客人来教官 晚上只是心急 猪鼻来试试试 想不到这种 自己和不自己的方式 让客人竟敢放松不安 在这些客人可以这么多和平 心情很好的时候可以找一些朋友来 然后心情自己不好的时候 也可以自己来 然后有时候来也会遇到很多都认识的 大家都很开心这样子 然后觉得在这边可以很放松 那喜欢喝咖啡的人呢 他除了咖啡以外 就是对这个喝咖啡的氛围 它很重要 所以客人一般除了对我们咖啡品质 他再度自我提升 然后对我们咖啡品质的重视要求之外 其实对我们的环境太会想说 你们可以怎样怎样 虽然特别的经营方式因人注意 但是美美和咖啡 竟是老下人家的关键 老板牛不是因人家没有咖啡店 改良咖啡的口感 竟然依人家的那样来调配咖啡 让人家都对店里的咖啡亲亲烈焙 当然很有信心啦 因为我们豆子其实都是没 都是自己挑豆过 然后烘焙过 然后温度在空温上面 然后烘完的时候 他要再挑过豆子这样子 然后再针对客户不同的 他的需求 口感 然后会做一些独特性的咖啡 我可能要浓一点 酸一点再做调整 那当然也有我们有固定的一些 豆子这样子 现代人在忙碌的工作中间 不然有一个会可以 輕鬆休息的地方温戏 更加这种新店的经营模式 在当中间的消费气氛 让客人可以有輕鬆 没有你的休息空间选择 大家可以来试试 接下来讲一题 彩虹伯德